齐克印、吾味印、宜夜印 它种种的印 用这些索印跟它的标志 去表现出来的 像大日如来 它是五个智慧 它这个五支印 这个结五支印 有时候结五支印 有些是大日如来是结得很正 结得很正的五支印 那有时候啊 我看到很多大日如来啊 很大尊的 它叼着结的这个五支印 斜斜的 呵呵呵呵 它五支印也结斜斜的 我说奇怪 为什么五支印结斜斜 我在想 哎呀 我知道了 原来是艺术 呵呵呵呵 因为我发觉啊 师尊以前画画的时候 这样画画画画 画的太正了 他们都说 哎呀 没有艺术 啊 没有 没有艺术眼光 反正很多东西啊 你画的太正 像我以前画一棵树 这棵树呢 底下有几支船 那我画的时候 我当然想说 哎呀 画了我也没有 脑筋也没有想要 这棵树要长在哪里 我就画 画在正中央 结果参观的人 他就讲 没有艺术眼光 为什么树要画在正中 应该画在边边上 然后那个枝啊 才长过来 这样子比较有艺术 而且还扭来扭去的 这样子啊 才有艺术的 你画了一个树感直直的 你说看起来像什么 像那个巴达 巴达不是我们吃的那个巴达 是那个打棒球 那个巴达 哈哈哈哈 一直这样直直的不太好 就是一定要有艺术 要扭扭曲曲的才有艺术 所以我看那个雕刻的 那个艺术家 他不愿意雕 这样子做的大日如来 雕这样子 哎 你们看了结果如何 好像这样比较有艺术 哈哈哈哈 这是大日如来五字印 啊五字印啊 大日如来也可以 转法轮啊 转法轮印 也可以结说法印 也可以转法轮 都可以 所以他就是这个所印啊 本身就是大日如来的标志 他的标志就是说法 他拥有五大 五种大的智慧 这就是他的标志 这就是三妹 以三妹啊印啊 啊 来表示 以三妹啊的这个法器 来表示 像这个大威德金刚啊 他拿了就是叶刀 天灵盖 天灵盖 这样子做的 一个叶刀 叶刀啊像那个斧头形 这样子做 拿着叶刀跟天灵盖 这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标志 很多金刚神都拿天灵盖 跟叶刀 很多金刚神都是拿着 所以他有他本身的标志 我们看了这他本身的手印跟法器以后 就知道了 他的三妹啊 另外还有杰摩曼陀罗 那三妹啊曼陀罗 还有杰摩曼陀罗 是个别诸尊的 啊只有一尊的 你说我们看摊卡里面啊 好像米勒日巴 啊一尊 他就是 他有他的标志 是米勒日巴 有米勒日巴本身的这个 这个标志 他好像一只手挤这个样子 跟你say hello 嗨 哈哈哈哈 米勒日巴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看啊那是米勒日巴 我们一看就看出 因为每一个雕佛像的 咕咕咕咕咕咕 雕了半天 或者是打那个青铜 打了半天 每个都一样嘛 你怎么去分 那么诸尊的曼陀罗 所有一尊一尊的 不一样的 那个就叫做杰摩曼陀罗 还有他当然杰摩曼陀罗 他也有四方 他的一 他的有缘的诸尊 也是在旁边 所以大威德金刚啊 上面啊 就有文之施利菩萨 下面呢就是阎罗王 底下就是跟大威德金刚有缘 他有他的这个 他的标志 四方啊 诸天的这个标志 或者诸佛的标志 你说大日如来出来 那么四方就有四佛 陪着就是五佛 四方四佛 四菩萨 那么有八大菩萨周围围绕 有种种的金刚明王在外宴 这样子整个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系统就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 结膜 啊 曼陀罗 大致上 曼陀罗就分为大曼陀罗 那么 华曼陀罗 三妹曼陀罗 跟结膜曼陀罗 结膜就是作业 啊 事业曼陀罗 每一尊每一尊的作业 像我们采红山庄嘛 啊 就大日如来曼陀罗 是结膜曼陀罗 另外就是这个 常寿佛跟白杜姆 那是 祖寿的结膜曼陀罗 啊 再来是 咕雷咕雷 佛姆 那是作业曼陀罗 也是结膜曼陀罗 麻吉拉尊的曼陀罗 弥勒日巴的曼陀罗 释迦摩尼的曼陀罗 吉祥天理的曼陀罗 弥勒菩萨的曼陀罗 啊 在采红山庄的这个 新的这个结膜曼陀罗 都是结膜曼陀罗 那四种这个曼陀罗 大家也要去 啊 研究 那么依止这些曼陀罗去修 我也讲呢 这个曼陀罗 有什么好处呢 你去做这个曼陀罗 去化曼陀罗 第一个训练你的精神集中 那你在做这些这个画这个曼陀罗的时候 你精神要很集中 依照这个仪轨去画 那么便宜观想 便宜观想就是说 你将来要观想的话 你没有 你没有画过 你很难观想的清楚 当你画过这些诸尊的像以后呢 你就很容易观想 你已经画过了 每一样的东西你都画过 你就很容易观想 啊 我以前 这个画这个莲花的时候啊 我莲花我都想不出来 莲花 莲花跟这个 牡丹花 跟吉花 跟梅花 跟樱花 跟所有的这个水仙啊 这到底有什么 哪一点不一样 你必须要 当你画的时候啊 你才知道哪里它们不一样 你在画的时候才会知道的 你现在像诗尊现在画这个 这个莲花 然后我就懂得 怎么画怎么画 以前的话 就是沾上红色的 一笔下去 它也没有深浅 也没有透白 那么每个都长得一样 每一片花瓣都是一样大小 也不会异素一点 好像落一边或者怎么样子 每个都长得一模一样 我以前认为这个是最漂亮的 颜色通通浓度通通一样 但事实上现在看起来 哎呀真的是很难看 难看死了 好像印刷品一样 好像在做印刷品一样 其实艺术不是这样子的 艺术的东西啊 它必须要有龙 有蛋 有深 有浅 有这个分离的 有合起来的 每一半也不是同样的 同样大小的 所以它本身有盖起来的 有张开的 有卷起来的 有甚至一块要掉下来的 所以你当你画了这些佛像以后啊 你就知道了 因为曼陀罗里面啊 很多的眼睛啊 每一尊的眼睛通通不同 你必要以为通通都一样 你以为每一尊都一样 你就错了 金刚喜菩萨